全台各地走到哪里都能够看见流浪猫犬 而为了让学生能够更深刻了解中养不弃养的观念 草存镇乔光国小就搬离一场互动式的生命教育课程 领养来代替购买 这个非常有生命教育的意义 在国小阶段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从关怀生命做起 爱护生命照顾每一个动物 包括流浪猫流浪狗 希望这一颗种子可以在他们小小的心领开始发芽 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 不要随便丢弃他们 如果要养的话要先经过家人的同意 然后要帮他亲大小便 不要把他当玩具子玩 爱他就是要爱他一辈子 不要养到一半就丢弃他 哥哥会很伤心 沉动活泼的生命教育课程 目的是希望能够教导学生们 不该因一时喜爱就饲养 要评估家庭环境 若是饲养就该照顾一辈子 不能随便丢弃 那我们知道现在目前的话社会上 因为我们目前台湾植物晶片的风气还不是很普遍 那许多的猫犬的话可能当他们的主人不小心把他走失了 或者说可能因为有时候一些家境关系就把他弃养以后 那可能就造成说社会上的一些那种流浪猫犬 然后他们可能在继续繁殖以后 就会造成许多可能卫生上啊 或者说安全上的顾虑 县议员唐晓芬常情关心流浪猫犬的议题 也肯定学校特别安排的生命教育课程 让学生们能够更深刻了解 领养代替购买的观念 希望说藉由这次的宣导 让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能够去了解到说 弃养猫狗其实是对猫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那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养了这些小动物之后 能够爱护照顾它一辈子 那这次是最主要针对说流浪猫狗的这个活动 也希望说让更多的人广泛的 来了解这个流浪猫狗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那也希望再次还是希望说 让我们用任养来代替购买 希望透过生动有趣的生命教育课程 能够让学生们了解生命的可贵 最重要的还是领养代替购买 与中养不弃养的观念 接着六永顺草顿采访报道